各位,心事台,我們今天很特別 我們今天請到鄧少顏中醫師 我們一直有很多西醫 給我們很多不同的醫學常識 我們中國幾千年文化 不可能不找我們最擅長的中醫醫藥 鄧醫師,多謝你 你好 你好 我一定要請教醫師 我們中醫整個醫理 醫學上的處理疾病 或者我們稱為有病醫病沒有病的保身 西醫比較少保身 中醫整個理念是怎樣的呢 即是醫學理念 中醫是一個整體的醫學理念 他認為人體是一個整體的觀念 五臟六腑和一些器官是有關連性的 通過一些經絡物絡溝通表裏上下陰陽氣血 我們其實不是真的要病師找中醫 我們要預防疾病也要找中醫 你是否這樣說 中醫是著重養生 養生 這也是中醫的範圍 鄧醫師 因為我們中國人幾千年文化的智慧 經常說養生 養生這個字是在我們中國人社會裏面經常說的 我們問是否養生就不會有病 這個概念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養生之道 其實只是說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影響我們的健康 例如天氣的變化 我們的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 情緒的變化 其實都是對我們的健康 能否構成到有好的健康 都是一個很關鍵的重點 即是我們要有飲食的均衡習慣 其實甚麼習慣 怎會是一個好的習慣 當然人很基本就是水、空氣、睡覺的食物 在食物裏面我們要均衡營養 即是不要偏食 天氣變化我們也要預防冷 我們也要穿衣服等等 那些很基本的 情緒的變化就是很多時候會有壓力 工作壓力 我們也要適度去放鬆我們的情緒 生活習慣就是很多人會很晚睡 其實中醫也是不主張的 若往11點前或最多10至12點 已經是很準 我聽阿醫師說時令 或者春夏秋冬 都會影響身體的變化 那是甚麼概念 形歸症轉就是回到春天 譬如春天是多濕的 而汗氣又未盡 而一樣開始生 早上開始有點暖 這個情況就是又暖又濕 是一個細菌滋生 是最好的環境 因此病重口入 皮是起醋護濕的 是喜歡乾醋不喜歡濕的 因此皮胃會受累 會容易生病 那是甚麼樣子 我們春天就會有疾病 即是皮胃病是甚麼樣子 皮胃病有些人會容易肚餓 舌射 肚痛或是很疲疲 口氣或是精力不夠 開始有些等等問題 有時未去到疾病 但身體已經覺得不舒服 其實是壓健康 我叫壓健康 我們在中醫的角度可以怎樣做 中醫的角度都是用一些湯水去調配 另外除了這方面 都是容易傷風外感 傷風外感 那些鼻敏感 呼吸系統比較差的人 在這個季節都是容易發病的 我們逐件事來 先講 先講的 例如胃先 其實我們可以幫助 我們可以日常 最好 因為去到肚餓肚痛 才看醫生 是很辛苦的 如果能夠有些湯 剛才醫師說的 有些湯水 湯水平時吃飯 可以喝一些好吃的東西 這些是最難得 也不用吃藥那麼辛苦 但可以做到很多 這些 保住健康 不會生病 你不生病 就是一件很好的 很重要 比我們病的治癒更重要 湯水方面如何處理 如果你說健康去濕的湯水 比較中性的 就是以維山、煉子、時實、義米 或者氣弱一點 可以加檔心 這樣就加一些扁斗 去濕補氣 這是平時吃飯煲湯的東西 是平時吃飯煲湯的東西 都可以的 剛才你提到又要分中性 從中性之外有甚麼性 有些已經去到離胎很厚 很累 很多胃氣 口臭 大便不好 便秘 或者大便有黏 濕氣 濕氣很重 這些都是喝一些 不是湯水 它就這樣煲一些藥 要喝藥 這就是病 是的 它就用來調節好一點 因為它的味道可能大一點 因此就喝少許 這些都是屬於湯水 但沒有肉的湯水 沒有肉的湯水 即是可以不煲藥 即是不用肉下去 就是這樣的湯水 醫師 你有將紙介紹我們有甚麼湯水煲 還是藥 是的 我可以拿來看 你有甚麼要介紹 如果有口氣 大便黏 這個可以用配蘭葉 內複籽 山楂 血明子 神谷 扁斗 煲水飲 煲水飲 即是可以用湯水 是的 這是屬於利胎後的一種 而且不是太開胃 大便又不是很自在 這屬於就你病 即是人家已經不舒服 喝湯水 是的 可以調理你 通常多久見效 醫生吃肉便打一聲 頭痛便不頭痛 如果止痛劑 中藥的效果是怎樣的 如果它吸到好處 一、兩次便可以 一、兩次 煲一次 你覺得好一點 利胎薄了 煲多一次 即是兩天吃飯時 煲同一隻湯 便可以有一個效果 是的 可以的 另外就是補健湯水 是預防感冒的 這個是屬於氣虛性的人 它的表現是怕冷 怕冷容易累 或者動一下就很大汗 很容易累 那一類 而且容易感冒 容易頭暈 那一類 建議它用一個補氣健脾湯 它是有北旗 白蓮子 淮山 尺小豆 加一些毛髮果 就這樣煲一些豬腺 OK的 我剛才聽你說幾隻湯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些好味道的東西 我一定沒有抗拒 好吃的東西當然要多吃一點 原來有保健作用 吃了之後 剛才你說皮 原來消化系統會健康一些 沒有那麼容易 剛才所說的 肚餓不舒服 那是否甚麼人都適合吃 是否無所謂 吃多少匯德 還是有分別的